以色列警方使出强力水柱 试图驱散毒株特拉维夫主要公路的十位群众 但民众依旧不退散 闪到一旁再继续和警方抢下 双方陷入混战 以色列反司法改革26号在升温 各地都有民众彻夜抗议 因为听到国防部长葛朗特被总理纳坦雅虎开除 民众更怒了 在主要公路焚烧杂物阻碍交通 以色列时报估计在特拉维夫的抗议活动 有19.5万人参与 十位群众还包围总理纳坦雅虎的住所 一度冲破了警戒线 被警方高压水柱驱散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虎26号晚突然开除64岁的国防部长格朗特 既没公布接替的人选也没说明细节 格朗特随后推文指说 以色列的安全状况一直是也将是自己一生的使命 而他被解职的前一天 对纳坦雅虎公开唱反调 只抗议严重危及国家安全 呼吁总理暂缓司法改革 成了第一个公开唱反调的资深内阁官员 以色列政府一月宣布司法改革造成数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反对派批评将限缩最高法院和大法官的权限破坏司法独立 纳坦雅虎还否认改革与自己被调查贪腐有关 而随着纳坦雅虎态度强硬 民怨也将持续沸腾 靖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静善静新闻 静善静洁